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我度过青春岁月的地方 告别我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 在告别之际 我想着要留下些什么送给他们 我就要转业了 身为一名出示员 我深深热爱我的岗位 希望自己的土耳可以 能够到传承 所以我想培养一名天翻人 更好地为官兵服务 我想留给大家的传家宝 不仅仅是厨艺 还有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关于艰苦朴素这个话题 我认真地写了一首打油诗 请大家多提提宝贵意见 好 革命军人不忘本 情绪自有后来人 塑料纸箱保存好 垃圾分类更繁保 灌水 灌电 灌煤气 安全防保能能夸 嘿 同学位 那么大的苹果准备丢掉 这苹果不好吃 来 我给你讲个故事 上当领战役中 我方被迫转路坑道 严重缺乏食物跟水源 一筐苹果等人 就有好几个人的性命 虽然现在物质丰富了 苹果也不能随手丢弃 是 班长我知道了 平时我也存在很多的铺张浪费 以后我会加以改正的 好好好 不错 其实配菜很讲究 多做民意调查 分数得当 分量适宜 就能既营养健康 又不费铺张浪费 把这个伙食搞好点 让大家吃得给我满意一点 小学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